台南警方在多个重要路口设置临检点 兵大动作前往酒店等易滋式场所 缤纷多路执行威力扫荡勤务 有如在台南部下天罗地网 大阵仗执行强势临检 如此紧绷神经正因为当天清晨 发生严重的枪击案件 震惊社会也惊动中央 全面的展开更强力的搜索 财政要执行全国同步扫黑素摊 台南就爆出震惊全台的枪击案 被害人林世杰曾经参选过议员 在政商界都有一定分量 更是台南市议员林一廷的父亲 去来自家门口遭枪手近距离连开十多枪 凶险嚣张行径 完全不把警方放在眼里 黑道赶在台南市这边挑衅 我们最严厉的手法 来处理这些黑道分子 在我们侠内的活动 任内辖区爆出重大枪击案 让警察局长不敢大意 台南市警察局长廖宗山 曾任刑事局队长 警政署警政委员等 内外情职务历练都相当丰富 还曾经侦办过轰动一时的 319枪击案 去年年初廖宗山从前局长方阳宁 手上接下局长一职 伤人不久就侦破雪甲 88枪枪击案 能力备受肯定 原定再过一个星期就要退休 没想到退休前夕再度面临挑战 当然发生这么大的案子 我们压力是一定很大 但是我们有信心侦破了 最后一役破案压力相当沉重 比起后续谁来接掌市警局 现阶段更关注的还是案情进展 台南警方正在全力侦办追捕嫌犯 廖宗山能否不带遗憾功成身退 外界等着看 明时期文正宏会林住民台南市报导 中文字幕——YK